我记得你们平常因为原始点威力太大 随便揉只要有碰到都会有效 这个在台北我也遇过很多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屏东演讲 有一个就是听完我演讲 只有一天而已 他光听 然后听完 他妈妈刚好明天要去手术膝盖痛 要换人工关节 然后他听到很兴奋 回去就帮他妈妈做 然后我一个夜后又来屏东演讲 他就把他妈妈带过来 然后跟我讲 张医师啊 我妈妈本来要开刀的 结果我已经把她揉好 我说你也跟我学 他说没有啊 我就听你这样 我就揉了 把我妈妈揉好 不想怎么可能 一天然后听一个观念 然后说膝盖痛是在屁股 然后他就揉好了 我实在不敢相信 所以我叫他妈妈趴着给他揉 结果他真的一直揉 然后我看完之后 我只有感慨 因为没有一点揉对的 然后整个屁股揉透了 他屁股就这么大 对他揉透了 所以揉好 对错都揉 那是因为他妈妈怎么样 有体力啊 没事啊 那如果万一老人家很虚弱的 这样经过他这样揉灵吹寒呢 你就不堪设想 那竟然这样也揉好了 所以揉错了 竟然也可以治病 那有一次他刺隔一年 我当场我就跟他讲 你那个说法不行 要继续学 即便揉好了都不能起傲慢心 结果他一年后 又来基金会说 詹医生 我这一次从屏东特地来 比上来跟你 确认我的手法是不是进步 叫我趴着给他做 我还是不放心 我说好啊 你要揉我可以 我现在讲课 叫几个给你揉 我就讲到膝盖痛的举手 就有一个了 那我就叫他出来 我说好 你来帮我揉一下 结果他一下手 患者马上腿就怎么样 抬起来 因为力道怎么样 很猛 那他揉完之后 我问患者有没有比较好 他说有 有比较好 那我 我说好 你再趴着 我再帮你揉 我再揉一次 患者说 诶更好了 那我就问 我们两个揉的位置 有没有一样 患者说 不一样 一年后还是不一样 但他这中间 已经把很多膝盖的 都怎么样 揉好了 这也是真实 所以我奉献各位 当你们揉好很多人的时候 你们以为你们很厉害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 你们危机就来了 你们说话未必揉到很精准 如果遇到重症的时候 你们很可能就揉不出来 你们当那一刻来的时候 就是你们人生的考验 很可能把人家揉伤了 所以在座的各位 如果有在使用原始点 特别提醒 即便你有多光荣的历史事迹 随时都放下 随时都要怎么样谦虚 然后随时要怎么样进修 好好再进修 把说法再进一步的 学好 那再来观念一定要清楚 要不然如果你们今天没有来听 很多人以前跟我学 我讲得又很保守 以前我不敢讲三道六经的 但你看我今天就这样提出来 那你看 因为在生死关键 我再不讲 你们会怎么样 束手束脚 你们不知道 在那一刻 怎么来用姜 所以到了这样的境地 你必须要重用姜 记得我讲的 不是姜没效